民进党就抛出了 县市合并升格计划 力拼2022大新竹合并 蓝娟就怒轰 这根本是为了新竹市长 林志坚量身修法 台北市长柯文哲痛批 民进党只为了选举输赢 国家真的会被民进党 搞选举给搞垮 而且蓝白之外 民进党自驾的英系立委 也不买单 正面呛下说 如果是为了选举而升格的话 真的不必了 福院党拍板 大力支持大新竹合并升格 快马加辩 要干在2022县市长选举前 提案修法 让现行的六都变九都 包含新竹县市合并成大新竹 彰化县升格 以及云家家 也爱红根本是因人立法 一切都为了选举 这是我最气的地方 民进党永远在想选举 就是这样 不要为了选举而选举 这个国家真的被民进党 搞选举搞垮掉 蔡政府忧善而下 决议合并升格 建制2022 然而竹竹并升格 还要吃掉苗栗县的头粪和竹男 完全没被通知的苗栗县长 气得大骂 这是要消灭苗栗吗 被陪绑的云家家 自家在地立委同样不买单 甚至英系立委都直接打脸 前民进党立委林卓水 也开酸台湾直辖市树木之多 成了世界小话 难得蓝绿白有共事 统统不满意 如果只为了一人量身修法拼选举 国土重化成了派系寒夏 要人民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